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直到今天是我不喊回来的 我们有什么不高兴 我们再回在家之前解决好不好 以前那个蔡飞不会再回来的 还有 你现在住的地方 是我家 不是你家 来了 你们来了 来 给蔡飞 终于来了 终于来了 去去去 那你这包真好看 走走走走 走 走 好 走 来 饿了吧 来来来来 我自己来一下 没关系 没关系 今天的日子必须小搞一组 来 搞一组 谢谢陈老婆 客气 不是说大家一起吗 怎么只有你俩啊 是啊 是说大家一块儿来着 那个雪莉啊 陈然我都叫了 对 太不巧了 他们今天都有事 这么不巧啊 那你又有什么情况 陈墨是我叫来的 他今天正好找我 我也想晚上吃饭就一块儿呗 有个男生挺好的 可以帮我们打打下手 倒倒酒啥呢 这我主要是不请自来 这样 我先自罚一个 罚 必须干了 干了 我先自罚一个 你 陈墨 你看 我干了 干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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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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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有个男生就是好 怎么了 咱们姐妹聚会还只能在公司啊 没有 就是 不是 觉得怪怪的 对吧 哪怪了 说不上来 就稍微有一点点怪怪的 你看你们 吃个饭 心理压力可别那么大 这搞得我们也挺 对了 对了 李娜 扫地神僧可说了 白杨跟水瓶特别合 你是白杨吧 我水瓶啊 你看 咱们能成为好姐妹的 是 还有蔡飞 咱们仨都能成为好姐妹 我们从来都不是好姐妹 也不是朋友 你看你蔡飞在说的 未来会成为好姐妹 你说是不是 是鲁冰冰 让你来找我们吃饭的吧 这 这 你有必要这样吗 弄得大家都尴尬 我说的是事实 事实又怎么样很重要吗 现在饭都没吃完 大家破坏而散 你觉得这样很好啊 郁晶晶什么时候成了你的姐妹 新街走的时候 不是跟我们说了吗 让我们加入她们 她说加入我们就要加入吗 不是 我就不明白了 你为什么对她们 这么大敌意啊 你忘了她们之前 是怎么对你的吗 那是林雅南跟她们没有关系啊 你为什么那么擅长忘记啊 你怎么 什么事情都要记得嘛 就像石头一样 压在自己身上 吃也吃不好 睡也睡不好 这样就值得啊 你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呀 你每天都在做噩梦 就是因为你给自己身上 压的担子太多了 我希望你好 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帮你 忘记那些不好的事啊 那要像你那样吗 像个闪子一样 去操场一圈又一圈地跑 倒立啊 不让眼泪流下来 这就要放下 你骗自己的本事 我学不会啊 行了 知道今天的事情是我不好 对不起 我不应该答应于晶晶 这个饭局的 于晶晶从来没有把我们 当作朋友 这个饭局就是鲁冰冰 让她和我们套交情的 为什么要套交情呢 特别简单 因为我现在是主编助理 你要明白 我现在的举动 不光代表着我 我说的话 我的态度 我发出的信息 也在代表萧主编 而你天天和我在一起 不是你 我根本不会去那个饭局 这就是我们对于晶晶的价值 价值你懂不懂啊 他们怎么想是他们的事啊 我们不这么想不就行了 如果我没这么想了 那你就只是笑红雪的助理 这个职位不重要 你是谁才重要 我只想做她助理 我只想做她助理 我是谁没那么重要 重要 你是谁 蔡飞是谁 这都很重要 我做流程编辑的时候 谁用正眼看过我 我是谁 谁在乎啊 好 那我问你 你和肖洪雪 谁是鸡蛋 谁是抢 你今天是主编助理 没错 那你跟于晶晶 谁是鸡蛋 谁是抢 今天勤勉辞职 萧洪雪 向庭峰 谁是鸡蛋 谁是抢 你到底想说什么 不想说什么 你说我最好的朋友 我希望你快乐 我希望以前那个蔡飞回来 直到今天是我不喊回来 我们有什么不高兴 我们再回在家之前解决 好不好 以前那个蔡飞 不会再回来的 还有 你现在住的地方 是我家 不是你家 我家 我家 等你 我 我 你 不要